新闻公报说女王将对辞呈进行考虑 并已要求吕特和其他政府成员继续为维护荷兰王国的利益进行必要的工作 荷兰媒体说女王考虑辞呈只是程序 作为传统她不会拒绝辞呈 吕特是因其领导的执政联盟未能就削减财政赤字方案达成一致而提交辞呈的 她当天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讨论现有局势 并在会议结束后向女王递交了辞呈 吕特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她领导的执政联盟关于140亿欧元 约合184亿美元政府财政赤字削减方案的谈判 在进行七周后破裂 吕特领导的自民党在2010年6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 随后经过近四个月的谈判与金民盟组成了少数内阁 并在极右翼政党新自由党的支持下